台湾高雄市长陈菊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 以自身40年来的政治经历和在高雄执政的12年经验 回顾台湾的民主进程与转型 陈菊强调台湾曾经历数十年威权统治 今日的民主得来不易 是好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台湾在巩固民主和面对外国威胁的同时 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陈菊呼吁有共同民主价值的美国和其他国家 给予台湾更多空间与合作 维持台湾的民主对整个亚洲是非常的重要 不但符合台湾跟美国共同的利益 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我希望美国跟台湾能够举例的合作 来共同捍卫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来自 我想全世界我们期待和平 陈菊说 台湾不能依赖美国扮演国际正义的角色 而是需要加强国防自卫的能力 以及台湾人民在经济发展上的竞争力 确保台湾拥有足够实力 才能捍卫台湾的生活方式与价值 今天台湾不能够完全依赖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我们有期待但是不能依赖 所以我会觉得台湾怎么样子 我说过我们必须增加自卫的能力 陈菊说40年来女性从台湾政坛崛起 包括现任总统高雄市长和四成国会议员都是女性 台湾的民主自由引发香港中国大陆 以及东南亚各国年轻人的向往 形成新的亚洲价值 陈菊表示两岸关系渴望在民进党执政下 通过交流沟通获取进展 其中一个原因是民进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 没有历史枷锁 两岸的关系在过去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 有很多恩业情绪 但是民主进步党跟中国共产党 我们没有过去历史的恩业 只是在对未来现阶段认知上有一些不同 所以作为一个城市的市长 从过去到现在 我都主张两岸之间开放交流沟通 陈菊星期三全天安排私人行程 据了解他可能拜会美国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 但这个计划可能因华盛顿大学受影响 联邦政府星期三因大学警报停班一天 VLA卫视新闻报道 谢谢